小龙虾住进和堂 原本是一种生态互补的重养新模式 谁知却接连遭遇麻烦事 乱想上什么货 乡图专家来帮扶 能否找出问题所在 按正常的话 这种是虾米要稍微大一点的规格的话 这个外壳的话 不会这么硬的这种 欲知详情 欢迎收看田间示范秀十一节目 高手来了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近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入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孟楼村地处微山湖西岸 京杭大运河的古河道 从村子东边流过 盛夏时节 村里的数百亩荷塘 荷花静香开放 景色宜人 而在这荷塘之中 还生长了一种 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 小龙虾 不过对于这片荷塘的大管家梁如君而言 小龙虾现在 却成了他的烦心事 求助农户梁如君 52岁 求助问题 小龙虾规格小 产量低 还有死亡现象 接到梁如君的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 前来实地走访 梁大哥 梁如君梁大哥吗 是的 你好 你好 您好 您在里面忙活什么呢 我都准备切龙子 盗龙虾 盗龙虾 就收小龙虾是吗 收小龙虾 我来的路上看到 您这池塘里 好多荷花 真好看 是 我想会套牙的 上面在那个中里太空了 也就是说咱这个里面 是也可以采藕 我看到还有连碰是吗 对 做这些采连碰为主 那您的小龙虾 同样也是养在这里面 小龙虾也养在套羊的 行的 您直接就带我进去看看吧 看看你的小龙虾 可以可以 好 走 那咱们一块去看看 通过交流帮小妹得知 为了发展核塘套羊小龙虾 孟楼村专门成立了合作社 建立了这处占地360亩的养殖基地 梁如君既是合作社社员 又是基地的管理员 平时的养殖都是他来负责 地龙就是在前面 那个树的杆子那是吗 对 前面有四两 现在是收 把这个地龙收上来是吗 对 我看到了小龙虾 就这些吗 对 就这些呀 今年那个龙虾长这么厚 哎呦我看到了这个小龙虾 它小 对 有一点小 对 像这么小的小龙虾 它达到上市规格了吗 达不到 整个整体的是龙虾小 今天上到满 地龙是梁如君提前在池塘里设置好的 这也是养殖户捕捞小龙虾最常用的工具 长度有十几米 中间有一些喇叭口一样的孔洞 入口大 出口小 小龙虾钻进去之后就很难再退出来 只能沿着地龙往两端走 最后钻进两头的网兜里 而这个网兜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通过网养的大小来筛选小龙虾的规格 是三公分半的 是三公分半的 网养是三公分半的 三公分半的 三公分半的就带有三千左右的 每达到这个规格的这个小 它就那个网养的就 钻出来了 就出来了 对 这剩下的也就是够规格的 三千左右或者更大一点的小龙虾 头部加上前面的两个熬足 这个宽度一般都会大于3.5厘米 因此无法从网养里钻出 也就只能被捕捞上来了 正在收获的这个池塘有二十多亩 说话的功夫已经收了将近一半 在收了半个池塘 现在有多少斤了 现在有四斤多 十斤 这量不高 规格上也是 这个就是我手里拿的就是 这一种就是两到三千的这个规格了 两到三千 对 现在市场上喜欢的小龙虾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有四千 有四千来行规格 咱这个能找到四千以上的吗 现在有四千来上的就是这一种 这一个 对 它们的价格悬殊也挺大是吗 就这种规格 都卖到四千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呢 现在这个就卖到十块左右 也就是说差了两三千 这个价格上就差了七八块钱 对 这稍微大一点 就算了这个六千来行的吧 现在又卖到三十多 三十多 对 咱有吗 这种六千之上的 六千来行的 少 往前这个时候 收到有五千六千的了 那个小的少 几年是两千到三千的多 是四千来行的 收 梁如君告诉帮小妹 按往年的做法 小龙虾只有达到四千以上 才会作为商品虾出售 无奈今年的小龙虾 普遍个头小 还长得慢 它们也只能降低标准 将三千左右的小龙虾 也捕捞销售 尽管如此 这产量还是不尽人意 梁大哥 我们这个基地 是从什么时候建的呀 一半年 一半年下半年 到现在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是 那去年的话 咱们小龙虾产量怎么样啊 去年小龙虾 是没有目的一百多年吧 您觉得今年的产量 会比去年高吗 我估计今年的产量 高不了去年 得低于去年 正常情况下 像这样一个模式 这样的养殖环境的话 它应该是有个 什么样的产量呢 就别人 就请了 谁以后 人家都达到 三百年左右 一亩地 三百斤 按照梁大哥 给我说的产量 我算了一下 如果一亩地 是少一百多斤的话 按平均价格 十五块钱来算 那一亩地 就是少收入了 一千五百多块钱 那他们的基地 一共有三百多亩地 那这加起来 就一共少收入了 四五十万块钱 如果再加上规格小 所带来的这种价格落差 那这养殖效益的差距 就更大了 除了产量和规格的问题 梁如君这里的小龙虾 还频繁出现死亡现象 这也让他非常苦恼 每次寻堂 都能看到死的小龙虾吗 是除了五月份 它就是极个别的美物 就是活动活烧 是从五月份 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 从五月份开始 每天都寻一遍 把这个病死下 落下来 多年的时候 就达到十几斤 十几斤 这一个次 到现在还是有死下的情况 现在还是有死下的情况 稍微少一点 稍微少一点 最严重的时候 就是五月份 最少在五月份 有些人说 这个水子不好到这里 我也不知道 这个水子怎么差 怎么跳 我觉得小龙虾 长不好 可能跟那个也晚 小龙虾面临的困境 让梁如君束手无策 好在进入六月份以来 荷塘里的另一种作物 莲子也迎来了收获剂 每天都有工人忙着采摘 说起今年莲子的收成 梁如君的脸上 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你尝尝两个口感 我尝一个 哎呀 刚刚新鲜采摘下来的脸庞 这果实也很饱满 对 很清脆 很甜 因为水分还大 水分大 今年产量怎么样 今年产量很好 很好 今年产量还每天 你算是达到一千多亿了吧 一千多斤 对 价格卖得怎么样 价格现在就是 每一次市场 市场而已 比我完全高 那咱莲碰今年算是 卖得不错了 对 唯一多的 每种不举的 就是这个 学问下的问题 梁如君说 莲子的收获期 可以持续一个多月 今年赶上了好行情 收益还算不错 不过总体算下来 还是很难弥补 小龙虾的损失 莲子采收后 为了保鲜 需要尽快包装发货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 梦楼村所在的王鲁镇 专门建立了电商服务站 地点就设在了梦楼村 在这里 小龙虾 莲子 蒲草工艺品等当地特产 都可以通过网络 销售到全国各地 销售渠道广了 这些特色农产品 也有机会 卖出一个更好的价格 说解 我们村是从18年开始 偶下工作的是吗 在18年提倡开始做的 在委的警方运河 警方运河北边 咱以前没挖警方运河 都是一样的 都是老挖的 前的老挖的 手边的转件都不熟 它长年岁眼 为了拜托这种困扭 就是这样 增加老百姓的收入 再加上流量实力的优势 从18年开始 咱就做那个 翁下的工作 2018年 于台县大力推广 生态小龙虾养殖 借这个机会 村里专门成立了 这家合作社 有14位村民 自愿加入了进来 梁如军 被推选为了 合作社的管理员 书记 咱为什么 要选梁大哥 来当咱 羊指小龙虾大层馆呢 前这一切 梁如军 他是在狐狸 他就有一次 在狐狸羊虾 在卫山户 就在卫山户 他对他们 有一定的管理经验 再说他任聘 他很一劳 很失诚 有点傻事 他这个责任性 能自己 清晰去体验出来了 但是大家 也是共同的心理 所以在投票的学生 大家一直同意 就是他当最大 然而 转变了养殖模式之后 以往的经验 并没有给梁如军 带来太多帮助 连续两年 小龙虾的效益 都没有达到预期 这让他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大家会一学 就心 现在就心引咱了 咱什么压力 就上来了 要是 是不好的情况下 各方面的都不好 给大家会有交代 压力之下 对于基地的日常工作 梁如军几乎是 全身心的投入 不敢有一丝懈怠 我们的梁队长呢 在基地上 也是任劳任怨的 每天起早贪黑的 天天晚上 非常吃一天 早上就 天目亮 两三点钟 三十点钟就起床 一夜的备天 也是在不断地 这 都是来着 就是越付出了 都抗原来的 四倍到四倍目的 你在那里 有些东西越费心 你怎么不 忙得黑了 的时候 跟人家说的 上家 有时候小孙女 有时候 那个 寒娜 有时候都不点的 也不点的 抱抱也不点的 看看她 有时候 累的 我撒帮我一次 把人 黑不动 就 就大面一会儿 来就那样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边的小龙虾一个是规格大 品质好 到底是什么样的小龙虾让客户赞不绝口 香土专家出场能否帮养殖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欢迎收看田间示范秀十一节目 为了帮梁如君解决问题 邦小妹在山东省济宁市于台县张皇镇找到了一位乡土专家 您好 哪位是杜学康杜老师呀 您好 是 您好 杜老师 这是您今天早上刚收上来的小龙虾吗 对对对 今天早上刚起的龙 我看您这个小龙虾个头是真的挺大 这规格的话一般都是四五六千的比较多一些 四五六千 对 大一点的规格的话有七八九 也有两家这一种 乡土专家杜学康三十岁 偶吃套养小龙虾 亡产可达三百斤 并且规格大 品质好 说起来杜学康还是一位九龄后 因为大学里学的是水产专业 所以他的养殖思路跟当地的老养殖户相比有很大差别 他更崇尚科学管理 擅长用具体的数据来制定管理措施 而他养出来的小龙虾 也让前来收购的客户赞不绝口 这边的小龙虾一个是规格大 品质好 重点是这个肉质呢 还是这个客户呢比较喜欢 肉质喜欢 肉质它满 肥度好 干净 你看这地板都干净 确实 规格也大 你看像这个虾子就要差不多要有九千到一两脉 这只更大吗 我看一下 拿到手里就觉得沉甸甸的 咱这小龙虾我发现确实是干净 对 我们这地方的水源条件比较好一些 另外的话养殖模式的话 你像这个藕塘套养 它本身就是这个莲藕的话 就有净化水质这一块 以至我们平时比较自重这个水质管理 所以生产出来的小龙虾的话 就会干净 我一看到杜老师那的小龙虾真的特别吃惊 它的小龙虾不仅个儿大 而且整个的规格还比较的匀称 我觉得这个应该一定是梁大哥所需要的 说明了我们的求助意图之后 邦小妹带着都学康来到了梦楼村的养殖基地 我看我们整个基地的话 养殖模式都是这个藕塘套养小龙虾是吧 整个的一个基地都是这个模式 像我们这个的话 藕塘套养小龙虾 小龙虾在这个池塘养殖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一些粪便之类的 还有这个鲨鲨鱼 它能给这个藕地提供这个养分 有助于这个棉藕的生长 那藕对小龙虾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养小龙虾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种植一些水草之类的 需要它遮阴躲避迫害 我们有这个藕地就相当于是一种水草 它一个是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 另外能给这个小龙虾提供这个躲避的环境 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肯定了藕池套养小龙虾的模式 杜学康还发现了这里的一个亮点 我看我们这个藕边的话 还是种的这个水花生 就是这些吗 对对对 水草是不是 对水草 这个种植这个水草的话 它在这个小龙虾脱壳期有一定的帮助 像这个小龙虾脱壳的时候 它需要躲避迪害之类的 它都会在这个水草附近 因为它刚脱下来壳的话 那个小龙虾的外壳的话很柔软 如果是其他的小龙虾进行相互伤害的话 那个虾的话是没有反抗能力的 那我明白了 杜老师一到现场的时候 就肯定了小龙虾整个的一个养殖模式 包括还种了一些水草 这说明梁大哥在日常的管理当中 还是很到位 也说明他很细心的 所以我当时也挺疑惑的 为什么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 小龙虾还会长不好呢 梁大哥我们这地方投的什么鲜鲁 是龙虾碰化鲜鲜 碰化鲜鲜鲜鲜 像我们投喂的量的话是怎么控的 一天要投喂多少 大齐看起来四五十斤 一个池塘四五十斤是吧 投喂这个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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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这个养殖密度有多大 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因为这个小龙虾的话 它是通过自身繁殖 可以在留作种虾 到第二年的话进行养成 它不像其他品种 南米白对虾之类的 进多少苗种 在这个汤里面 它数量是一定的 但是我们小龙虾的话 存汤量有多少 需要后期的去甄别 你上次的话 投苗是在什么时候 投的这个苗 上一样存在投的苗 你当时是投了多大的量 投的苗是当时六七十斤 六七十斤 就是一斤的话 充到八十条到一百条的 就是八十四 去年的话 我们出的这个橙虾的话 大概出了多少 橙虾就是出了 每一百多年吧 那这个存藏量的话 经过一年的繁殖 可能这个小龙虾的量的话 会比较多一些存藏量 小龙虾一般每年产卵一次 产卵高峰期在春秋两季 到了繁殖期的小龙虾 会在池塘边打洞 然后在里面产卵孵化 它们繁衍后代的能力比较强 一次的产卵量 大约在二百到七百粒 条件合适的话 孵化成活率在一半以上 根据粮乳菌的投苗量和收获量 杜学康得出了一个初步判断 去年留在池塘里的小龙虾 数量多 繁殖量大 导致今年存糖量过多 也就是养殖密度太大 这应该就是小龙虾生长速度慢 规格小的主要原因 因为根据今年的话 是这个天气气温的话比较高 属于暖冬 这个小龙虾的话 触摇率比较高一些 根据其他养殖户的周访 这一段时间的话 是普遍存在这个现象 我的判断准备 还需要具体去看一下 它这个小龙虾 我们让梁大哥收几个地龙 我们收一个地龙 看一下这个虾的规格就可以 好 量的话 我们从一个地龙里面 能判断出来整个池塘不 没有判断的 我看这个望眼的话 应该是比较大一点的望眼 相当中规格小一点的 那种一千左右的虾的话 会从地龙里面直接出来 规定一下 找一个吃 看我们捕上来的这个小龙虾的话 规格还比较小一些 大概就是在两千 两千左右 两千到三千 今天吃了的小龙虾 普遍就选这种去 龙虾小 像这一种 这一种规格的虾的话 这种红色的 硬颗的这一种 这个就是钢壳虾 钢壳虾 对 一个是我们看这个外表 这个颜色 就是这种 有点发红发暗的这一种 它外壳的话 就是特别硬 小龙虾的生长 伴随着一个重要的生理习性 那就是脱壳 每脱壳一次 才能长大一点 自然条件下 小龙虾的寿命 大约在两到三年 这期间要脱壳 十七到十八次 小龙虾在脱壳以后 新的外壳是青色的 随着慢慢长大 外壳的颜色 也会变深变硬 如果到了该脱壳的时候 却没有办法顺利脱壳 那外壳就会变成深红色 并且变得异常坚硬 很难再进行下一次脱壳 也就没办法再长大 就变成了乡土专家 所说的钢壳虾 养殖户也称为丁壳虾 按正常的话 这种是虾苗 稍微大一点的规格的话 正常的来说 生长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 它变成丁壳虾的话 它的长速就会慢了 你看我们这种虾的话 就是长速就会特别快 它们颜色确实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颜色会发青 发青一些 我发现梁大哥捞上来的这一框 有不少红的 也有一些青的 对看它这个红色的话 就是这种丁壳虾的话 比例还比较多一些 在养殖条件下 一般小龙虾脱壳 11次左右 就可以达到4000以上的上市标准 杜学康说 如果小龙虾长到4000以上 变为红壳 还属于正常 不会影响养殖效益 像梁如君这里 两千多的小龙虾 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比较严重了 而在收上来的这些小龙虾里 杜学康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你看这个虾有什么区别 跟其他虾的话 它的头部更轻 两个钳子不在那 两个钳 对 还真是 这边这个大一点 这边好小啊 对 它这个小龙虾的话 之前的话可能在脱口气的时候 有些损害 这个钳子的话 让其他 其他这个小龙虾的话 可能就是给它夹掉了 或者什么的 它经过再生 经过再生的话 形成这种钳子 就是两边的话不斑大 小龙虾的这个钳子 钳子掉了还会再生的呀 对 它可以再生的 小龙虾是一种非常好斗的生物 因此免不了会出现 肢体的伤害和残缺 尤其是它的两个大钳子 因此它们进化出了一项 独特的技能 那就是断枝再生 而再生后的钳子 往往就会比原来的 要小一些 那杜学康观察到的 这两种现象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密度大 另外的话是 可能是没有水草不足的情况下 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发生 因为它在这个水草里边的话 脱壳就是为了躲避敌害的 我们看过梁大哥这个池塘 它的水草 水草还是可以 是没问题的 可能密度上会有些大 可能密度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 对 普劳出来的这个小龙虾 有这个大小钳子的现象 另外的话有定格虾 它只能说明是一个 春汤量过多的一个表现 但是具体的量的多少 还有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来判别 通过观察 乡图专家的判断 基本得到印证 那这里小龙虾死亡的原因 又是什么 会不会也跟密度过大 有关系呢 梁大哥说 现在寻堂的时候 这些死虾比较少了 之前的时候 好像五月份 六月份时候比较多 对吧 梁大哥说 英虾 五六月份的话 发病是一个高峰期 那一段时间 气温是忽高忽低 气温差的话比较大一些 虾的话会造成应激 应激的话 会有一部分产生 这个抵抗力会弱一点 另外的话 小龙虾如果密度太大的情况下 它们之间会相互 打得比较频繁一些 会造成一些死伤 尤其是这个脱口气的时候 随时产生的那个就是问题 就是这产耳 还有一个小龙虾 那个分辨会比较多 它在底下需要分解的时候 是一个耗氧的过程 耗氧的时候 它会导致这个 底部中央不足 会导致这个虎菌的产生 小龙虾就会容易 感染这个虎菌在一块 所以这些不利的因素 都交织在一起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小龙虾 催现死亡 问题发生的原因 有了基本的判断 杜学康准备做进一步的诊断 以便给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那梁大哥我跟你说怎么办 你去拿一下密笼 下一下 我去拿一下这个设备 去测一下咱这个水质 密笼的构造跟普通地龙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 它的亡眼孔径小于一厘米 相比之前用的亡眼为3.5厘米的地龙 它可以将规格更小的小龙虾 一块捕捞上来 好 我自己了 像这个密笼的话 一公分左右的小虾的话 都可以进密笼 一公分往上的都可以捕捞上来 咱们先放上两个碗上 到时候可以根据这个 进地龙的数量的话 推断出来这个汤里边 春天汤量有多少 趁凉入均下地龙的功夫 杜学康开始检测当前的水质情况 它这个主要是检测三个指标 一个酸碱度 一个溶解氧还有水温 正常的小龙虾的 养殖的酸碱度 比较合适的话 就是偏碱性 7.5到8.2之间 溶解氧的话 是正常的要在5毫克以上 也就是说梁大哥 这儿的这些数值都没问题 这个数值是没问题的 我再检测一下 这个氨氨和亚硝酸碱 最好是取这个底层水 就在这里面取是吗 对 检测氨氨和亚硝酸碱 需要在水里添加试剂 来进行比对 我们这个测的是亚硝酸碱 它这个水测的话 是没什么变化 也就是说它低于0.005 对对对 氨氨的话稍微的有一点点偏高 介于这个0.2到0.4之间 接近0.3这个 一会梁大哥过来 咱跟他说一声 行行 下完地龙啊梁大哥 好 下完了 杜老师也测完了 这个我们检测出来的指标的话 亚硝酸碱 在这个河硝酸碱 在这个河硝酸碱之内 氨氨的话是在0.3左右 相对来说有一点偏高 但是对小龙虾的影响不是太大 这里水子没什么 对 水子的话是没什么问题 待会我带一些冰箱回去 检测一下看有没有护菌感染 这个结果的话 可能要等到明天下午 行 那这样既然咱要去一次 梁大哥咱明天可以提前去 去杜老师那儿看一看 行不 行 我可以住在一花上 去那里 欢迎你 欢迎欢迎 那咱们现在就取样吧 行行 取好样品 杜学康回到自己的基地 开始制作样本 来做最后的诊断 来到乡土专家的基地 求助农户会有怎样的收获 那北温啥子 北温真冷湿也比较少 也开心是吗 检测结果出炉 乡土专家又会给出 怎样的解决措施 欢迎收看田间示范秀 十一节目 高手来了 经过第一天的走访观察 乡土专家杜学康 帮求助农户 找到了问题发生的原因 按照约定 第二天 在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帮小妹带着梁如君 来到乡土专家的基地参观 我看你这基地 这边是联谷 这边是水稻 对 这一个基地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两种模式 我们这一个的话 是稻田 稻虾共作 这边的话是五堂套养 跟你那边的模式是一样的 今年我吃的小龙虾的产量 怎么样 预计的话 到九月底可能产值在三百斤左右 规格的话就是我起补的是在四五六开始起补 白天的话这个地龙可能是进的量比较少一些 我等一下我进去倒一下这个地龙 给你看一下这个规格 这是早晨刚起过的地龙 这是白天进的 白天进的地龙的话 这个小龙虾相对来说可能规格的话还要小一些 晚上进来要比较比这个还要大 但是这个规格感觉也挺大的 能达到四千 四千 四千以上的这种 这个要达到个五千多 接近六千 比我们那边的规格大多 普遍都是这个个头 对 它主要是晕 大小规格都比较晕成 都比较晕成 而杜学康这里的小龙虾 之所以规格比较大 个头比较晕 关键就在于掌握好合适的养殖密度 我这边的产学的模式的话 就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进行第一次通苗 圆塘可能有一部分的话 虾苗 我前期要下地龙看一下这个密度 补的量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纯塘量的多少进行补 就是每亩的控制的这个密度的话 就是在六千尾左右 小提示 藕塘套羊小龙虾 每亩密度控制在六千尾左右 饲料的投味量 要根据小龙虾的规格来确定 一般控制在池塘里虾苗总重量的 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七 只有密度合理了 小龙虾才有充足的活动空间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一钱左右的小虾苗 大约一个月左右 就能涨到四千以上 达到成品虾的规格 我今年专门统计了一下 这个在一个半月之后 这个小龙虾达到六千以上的规格 可以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百分之三 这个它这个六千 占这个总量的百分之三十 我们那里占六千以上两 很少 如果梁大哥那个基地 六千以上能达到百分之三十的话 能卖多少钱 那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叶比七叶以上 也开心是吗 为了把小龙虾养得更好 杜学康这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你看到的这个浮球的话 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监测平台的一个探头 梁大哥它这有一个橘黄色的一个球 这个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有这个探头的 有探头它就能监测这个 水体里面的溶氧 酸碱度 还有一个死胺难亚硝酸盐之类的 是不是就是昨天在梁大哥那边 取的那个树脂啊 对对对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电箱的话 里面就可以随时地读出来这个树脂 这还有一个电箱呢 梁大哥 我们看到的这个上面的话 就是溶解氧 这个底下的话 氨氮目前是0.06 这几个指标的话 都是在重床的范围之内的 你看梁大哥 这样实时监测还是挺方便的 它这个还一目了的 对 梁大哥您平时会经常检查这些树脂吗 是因为平时干不检测 对这方面感觉不太精通 也不太了解是吧 就不知道要需要检测这些东西 评测的经验可能是非常重要一些 但是在这个配上这个科学管理 就是这些数据采集之类的 可能对我们后期水质 体质的改良 更有帮助一些 对我们的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品质 还有产量 够用贴身 而所有的这些数据 杜学康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通过这些记录 几乎可以追溯小龙虾 从入堂到收获的全过程 参观完毕 杜学康做的胡君检测 也出了结果 这有好多水样啊 这个水样的话 是附近的养着户带过来的 委托我给他们进行检测的这个水样 这个就是咱昨天带过来的 那个小龙虾检测出来的数据 我们看到的里面的这个 黄色的这个点的话 就是培养出来的这个湖井的数量 现在这个数量能证明什么呢 它这个数量的话 就会导致轻微的发病 但是不是太严重 明天我可以去一下汤口 根据你那个虾的密度 看一下虾的密度 然后给你处理 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给你 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很好解决 那咱明天就开始具体的实施了 好吧梁大哥 这好不过了 得知有解决的办法 梁如君松了一口气 西阳西下 天色见晚 他们也有时间坐下来 休息一会儿 刚从机体里面献猾出来的 好 新鲜碑 跟林波 石鲜碑 你带我fic数很甜 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 大学的时候就是学的水产养殖专业 水产养殖 对 那您毕业之后 就已经开始养小龙虾了吗 毕业之后的话 我刚开始是去的广东 那边在南方方面 主要是做对 angel 大概有五六年的时间吧 五六年呀 对 那您现在养殖 小龙虾是第几年了 现在今年算是第二年 第二年 对 那和梁大哥差不多是不是 年约差不多 起初可不行 起初可想去 所以茶就大黑了 那您怎么会想到回来渔台呢 回来渔台主要是 还是一个关键的话 就是家里边可能父母 觉得离家比较近 另外的话是 我也比较喜欢自己 搞一些养殖这一块 再加上我们是老家的话 是靠着威山湖 本来养殖就有一个一定的基础 因为是专业出身 又在广东积累了几年经验 所以回来之后 杜学康很快 就成了附近小有名气的养殖专家 我看到你的小实验室里面 有好多瓶子 你在帮农户做的 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测测试 对 我这个附近的养殖户的话 可能是我跟他们交流比较多一些 他们也是 知道我这个学这一块的专业的 就是水餐养殖专业 可能是在测水方面 还有水质改良方面的话 可能是会比他们处理起问题来 更有针对性这一块 所以我就是平时的话 用我的其他的工作时间 尽量地帮他们做一下水质检测 同时带动我们这一块的话 养殖户尽量地把这个小龙虾 都能实现这个产量的提升 增加这个收益 虽说有专业在身 但创业的过程也是充满了艰辛 干水到银行不易 你看我看梁大哥的这个 你看梁大哥的皮肤就能看出来 帅的 幽黑幽黑的 对 发现过羊子里都差不多 最累的时候自己能到一个什么状态 早晨五六点钟 到了晚上十一二点钟的话 可能才回去 基本上忙完一整天的话 就是躺在床上的话 也不吃饭不什么的 躺在床上就可以睡着的那一种 其实像现在就是很多 这个年纪段呢 就比较的轻松 比较的自在 你会有的时候 看他们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你会羡慕吗 这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 我还是按我之前说的 可能是对这一块比较 喜欢比较热衷这一块吧 因为我们这边的环境也比较好 平时的话 就相当于跟出去玩一样 对 把工作当成了一种游玩 这个心态也是可以的 高水潭养智 北潭养智心里 从心里就 就喜欢干这一样 就是在累 开始从心里 没有软眼 没有 在心里还得高兴 把爱好发展成事业 又能在辛苦的劳作中寻找乐趣 抱着这样的态度 这位90后新农人 也在沿着自己的目标 稳步前进 本来预期的目标的话 就是第一年的话要把这个 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成本要收回来 我们在盈利的话 就是在第二年实现盈利 因为做这块基地的话 前期投入特别高 这300莱姆的话 有一百多万吧 一百多万 对 那您定的这个目标 今年算是第二年了 对 怎么样了现在 这个目标的话 今年算是基本实现了吧 我们也是第二年 这两个基地中间的差距很大 现在为止就是说 去了开支需要 基本上没大盈利 一会把这个杀油 把我那个小龙下这个产 这个产料替好了 达到你这个汤口的这个 这个标准的话 就去了我心里 一块大病 这个你放心 到后期的话 我会经常地跟你进行沟通 然后后期的规划怎么处理 到时候我们经常联系 我会多上你汤口去看一下 尽量地把这个产量给提上去 小康呢 不管自己有技术 还有很上线 我一直从他回来之后呢 我干的骨头面就上了一下 拼命他 当然的技术知道 拼命他带来帮忙 把小龙下这个技术 难提着干解决了 第二天一早 杜学康就来到孟楼村 我们先去看一下地龙 看一下有多大的亮 那我在岸上等着你们 你看这个亮的话 还真不少 各种小这把 哇 这么多 咱等一下上去的时候 先拿一个秤 秤一下这个重量有多少 好的 感觉这些要比小虾苗 要大一点 对 虾的密笼的话 大一点规格的虾的话 也会进去 那像这样的规格我们能判断出来 它一个吃糖的密度吗 这个大小的话都是属于存糖量的一种 但是我们比较的时候要先把这个大的尽量的挑一下 大的是指多大的 四千以上的这一种虾 成品虾的话要挑出来 然后主要的话是称一下这个小虾苗的重量 就是从这种很小规格的这一种到三千左右的那一种下的数量的话有多少 我拿个层 好 11斤 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呢 这个数据说明的话 咱存糖量的话 苗种就比较多一些 正常情况是应该在多少斤算数密度合适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的话 就是一亩地下两个地龙 密笼的话 一个地龙里边应该出到四斤到五斤的虾苗的话 这样算是比较合适的 这样说这个 整形超接近一半 超接近一半了 对对对 一个密笼放置两天 所能捕捞上来的三千以下的小龙虾重量应该在四到五斤 这个数据是杜学康在每亩六千尾左右的密度条件下通过试验得出来的 按照平均两千一个来计算的话 每亩的存糖量应该在一百二十斤到一百五十斤左右 是合理的 而根据杜学康的推算 凉乳均这里的存糖量应该达到了每亩二百五十多斤 这边的话可以把这个虾苗就是密度大的糖口 一直到其他密度比较低的糖口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就是我们出售一部分虾苗 降低这个密度 两个方法 刚好那边有两口糖 今天就刚好 不是那边的粉 对 根据我们之前推算的这个存糖量 先每亩地分出一百斤这个三千以下的这个小龙虾 分到另外一个县堂里边去 到时候在后期通过这个密笼 观察这个小龙虾存糖量是不是都合适 密度过大的问题有了解决方案 而针对胡菌感染 杜学库也准备了相应的措施 我拿到的这个的话是四菌之胡菌 这个是定向烈解胡菌的 对有益菌的话是没有损害的 它单纯的话也是一种菌 配合使用这个 梁大哥拿到的这个 里面是微量元素 有助于小龙虾的提高活力 这个里面是多糖成分的 多糖就是提高小龙虾免疫力这一块 是让它抵抗能力更强 不容易发病 这三种配合使用 直接混合到一起使用就行 混合到一起 加水进行全吃泼撒 我们这个是生态样子 这个它对 这一个的话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个都是微生态自己的 氏菌制胡菌 搭配微量元素和多糖 既消灭了胡菌 又增强了小龙虾的体质 这样平时这样泼就可以 一般的话 你这个要晕下去的话 两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见效 两天也没见效 对 小龙虾现在的问题 有望得到解决 而对于明年的养殖 杜学康也提出了一个建议 梁大哥 我们今年的话 是从五月份开始发病的 我们等到明年的话 就要提前做好预防 在四月初的时候 就要进行水质检测 还有这个底子 看一下它有没有恶化 是 到时候有生活不明白的 我还得补充麻烦一下 杨先生 好的 好 经过学习之后 梁如君开始按照方法实施管理 根据乡土专家的说法 防制胡菌几天就可以见效 而减少了密度之后 搭配合理的饲料投味 十几天之后 大规格的小龙虾 就应该有显著增加 那结果是不是这样呢 二十天后 梁如君给我们发来了一段 手机拍摄的视频 网友们你好 这是我今天刚送上的小龙虾 现在你看这个虾将近四千 现在已经打到四千多 现在这种一共已经将近打到六千 像这一种已经打到五千多 现在我们大规格的虾是越来越多 这个死亡生命的这个明显减少 通过学科的技术指导 我对明年的养殖非常有信心 希望明年的龙虾小龙虾和莲果 我自己拿着一个双捧手 非常感谢你们的栏目 消费者如何在市场辨别好的小龙虾呢 首先第一点是看这个小龙虾的活力 小龙虾活力比较好的这种情况下 它是说明这个小龙虾体质比较好 另外的话比较新鲜 第二种是看这个小龙虾的腹部 比较干净的这一种小龙虾 肉质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一些 第三点就是用我们的手 稍微的按压一下这个小龙虾的腹部 比较有弹性的这一种 肉质的话是饱满的 做出来的小龙虾的话 口味也会更好一些 在鱼台 小龙虾最经典的吃法 莫过于麻辣和蒜蓉 mesmo一个小龙虾 Jah 一用不要把蒜蓉 together chemotherapy 小龙虾 Zhang 因为的延 moments ología 力吻 化 arbeit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拓展小龙虾的销路 近些年小龙虾加工也成为了鱼台的一项新兴产业 小龙虾首先要进行清洗油炸 加入密制的调味料 放空包装之后就可以送到消费者的手中 买回家具以后只需要加热即可食用 非常方便 并且味道也不逊色